大家好 我是天外 我现在是在南疆的塔县 前面就是著名的爬龙古道 现在我要开房车去挑战一下 对老司机都是一种挑战 我新手还开那么大个房车 去挑战一下看能不能成功 其实就是从河高里面翻一座山 到后面的瓦恰乡去了 爬龙古道正式名称叫瓦恰公路 是从塔县通往瓦恰乡的乡村公路 瓦恰乡位于塔县东南 以塔县县城隔着一座海拔4000多米的甘达克尔沙漫 以前瓦恰乡的牧民想要进入塔县谷地 只有两种选择 要么沿着谷地绕到上百公里 要么沿着山间木道徒步翻越大山 两年前一条沿着传统木道开造的公路开通 这条全长35公里的盘山公路 因为数百个超过180度的折叠弯道 在网络走红 现在开始进山谷了 公路西侧的山谷相对平缓 弯道主要集中在东侧的山坡上 曲折的弯道堆叠 让这条公路看起来像一条巨蟒 盘沃在大山之中 所以人们形象的把它称为盘龙古道 两处弯道比较集中的地方 也根据弯道的大小 取名大爬龙和小爬龙 登録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就是盘龙古道的终点 因为我是从塔县那边过来的嘛 塔县就是刚好在山的那边 从山那边翻过这个山 到这边 这边就是瓦恰乡了 身后就是瓦恰乡了 最继观赏现在就是对面 这几十个弯道 这叫小盘龙 山里面还有个大盘龙 刚刚大家已经看到了 这几十个折叠的弯道比较规整 所以就很有观赏性 我现在已经是离开盘龙古道 有一段距离了 停在路边煮了一点面吃 我本来是打扫从那下来 在旁边那村庄里面看到有吃的话 有餐馆的话就随便吃一点的 这是一条网红公路 现在在这个季节 现在夏天是新疆的旅游旺季嘛 每天这个地方都有很多人过来打扫 我想以为下来的话 我在上面就能看到下面有个村庄 我想村庄里面总该有一些商业吧 卖东西的啦 小吃啦 餐馆啦 应该怎么招也有几家嘛 但事实证明过来 那个村庄里面傻也没有啊 那些牧民还是牧民这样 我现在是往前面走嘛 如果是从那过来那个丁字路口 如果是往反方向走的话 大概四五公里就到了 瓦恰乡 到乡政府住地那个地方呢 应该是肯定有吃的 但是因为我今天要赶着到喀什那边去 所以就没有进去 就直接往这边走了 感觉这个地方 他们这种商业的嗅觉 还是没那么灵敏 因为他们这是传统的牧民嘛 可能就没有什么 做生意的习惯啊什么的 我来之前 我有做过一些功课 我查了一下这个资料 好像这个公路走红网络之后 当地政府啊 就是那些干部啊 也在发动 带动这些当地的牧民去做生意 但是感觉这个效果不是很明显 走下来的结果看着 这个瓦恰乡 它是属于这个 发展比较滞后的边疆乡村 这个地方通网络没有满两年 就是跟这个公路差不多是同时间通的 在新疆本来这个四级网络 普及也不是很久啊 就大概是18年之后才普及的 就那么两三年的时间 但是最起码 你在其他地方 不能上网 上网用两级很慢 但是你最起码打电话 你那个信号是可以保证的 那这个地方在19年之前 就两年前 这个地方打电话的还打不出去 你就可以想象它这个滞后的程度了 官方公布的搜集说 这一边他们全乡的人均年收入 是一万块钱左右 那这个你要是用那个贫困的标准去套 那肯定早就脱贫了 相对来说这个地方发展还是比较滞后的 这公路好像是19年7月还是4月份开通 我忘记那个具体的时间了 反正开通之后不久 就在19年底就已经走红了 它走红到现在已经快两年了 但是它相应的服务设施 这些商业 基本上还是没有跟上 你比方说是走完那个弯道下来 在平地那地方就有很多人在那停车 打卡拍照 但是那地方一个像样的停车场都没有 只有一个简易的公厕 也没有什么东西吸引大家继续往瓦岔乡那边去 连个仙船都没有 你感觉这种商业 这种嗅觉就真的会缺乏一点了 这可能有一部分 那种文青会比较喜欢 啊你看那地方多淳朴啊 没有商业啊 其实这种想法是值得商榷的 我是比较主张商业化的 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利去获得更富裕更便利的生活 尤其像这种他们有旅游资源的 像那些住在古城古镇里面的人 他们更应该利用自己身边的优势 去获得更好的收入 改善自己的生活 但是在当下这个社会 商业化好像已经变成了一种 贬义词 好像很多人都比较厌恶这个商业化 三种群绪呢无非也就两种 一种呢就是把那种坑蒙拐骗 坐地涨价 验过拔毛 看到游客总想去给游客下套 这种不正当的 不公正的商业行为 等同于商业化本身 这种算是一种错误 所以就感觉 大家一说到商业化 就想到这些不公正的商业行为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呢就是 那种 占不到便宜的那种 不平衡 因为在那种 没商业化之前 可能很多地方 就是很传统的这种 熟人社会 可能来一个游客 旁边放牛的老大爷 老大娘 跟你站着聊半天 然后你 有时候经过他家门 他邀请你进去里面参观 家里面去做客 但是如果你商业化了 来的人多了 老大爷不可能 你聊啊 你下一个 下一个 整天跟着聊天 人家要生活 要干活 要吃饭 你说到人家去参观 每天游客来来往往 不可能一天 他又不收 除非是他收钱 让你去 这已是商业行为 你又讨议了 那人家老大爷 不可能整天在家里面 等着你去 免费的义务的 去给你参观 是不是 因为人数不一样 人社会的结构 发生改变了 人际关系应该相应的 发生改变了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所以我们应该反对的是那种 坑蒙拐骗这种不震荡的行为 应该反对的是那种 为了商业 然后就破坏性的开发 那种 不震荡的为了钱 不震荡的把那些公共资源 随便就圈起来烧钱 这我们应该反对的是 这种不震荡的商业行为 应该鼓励 提倡支持那种震荡的 合理的商业行为 因为这个满足彼此的需求 带动当地的经济法 这是皆大欢喜的事情 好像有点扯得有点严 好啦 关于本期帕龙古道 咱们就分享到这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